好的我赶紧说因为时间比较紧 移民法真的是博大精深 两位美女律师讲的这么详细 其实还是只是讲了移民法的一半内容 我呢就是试图来补充一下 只是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那个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它今年最大的通免是 6月30号对区区中心投资者的国会 所谓国会的授权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不存在呢 就是导致呢 大家等待到930 930又是失望 那么到12月3号更是失望 最后呢 才就认为目前就是向国会去求情 游说没有用了 向行政部门去说什么祖父条款 我们本来有资格了 行政部门就说 你有资格 但是我没有票了 没票了那没法卖了 国会没给我们票 没法卖了 所以我们都大家现在都感触到 就是诉讼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那么今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 因为广州领事馆迟迟不开门 我们发起一个诉讼 至少间接的促使了广州领事馆开门 第二个就是我们发起了630诉讼 也就是说所谓的每年度的国会授权 根本是不需要 是移民与错误的理解的这个法律 尤其是这个Public Law 那个610条款 这个610条款是ABCD三个条款 如果B授权不存在了 那么其他ACD都是单独存在的 而且巧的是 我们觉得这个立法当中的每一段 ABCD它都是句号 是可以单独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释法上 就在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 要求这个两个部委 移民局和国家安全部和国务院的 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澄清 目前呢 在1月中旬就会出结果 那么我们认为呢 是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3000张国会授权 给区中心的投资者 授权没有的话 另外还有将近7000张可以用 为什么两个部委不拿出来用 这个问题就是很大的一个争议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是禁止反言原则 Estopo Estopo的话 它主要是 它给我们国家6区中心 投资者的批准书 全部写的是203B5两个I 跟直投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认为你既然给我们 这样的法律授权 你上面没有标写这个 阿西或者是I5或者是R5 我们就应该跟直投一样的待遇 没有开机 马上就应该拿绿卡 或者是移民签证 第三个就是祖父原则 就是当时526批准的时候 他有授权 他就有这个资格 这一点政府已经承认了 他说 你526批了 是有这个资格 可以移民美国 但是呢 现在国会没授权 没有名额 那么我们现在到处的 就找签证 然后找到了签证 现在就是看政府 什么对待的问题 但是自从我们发起诉讼之后呢 就发生了一些微弱变化 微弱变化 虽然不能给我们诉讼联系起来 但是这些变化 第一他承认了祖父条款 第二他那个 在630之后呢 他说13176 我也不处理了 但是悄悄的恢复了 第三一个呢 就是他现在呢 把那个Visa bulletin的分的更细了 就是指头和区域中心分开了 而且分了I5R5 你的研究半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很有希望 希望那个在新的一年 马上会告诉大家的新消息 也就是说区域中心的投资者 不用憋屈了每年 要等这个授权 那么去 这个授权始终是存在了 那么下面就是这一段最激动人心呢 就是指头50万 指头100万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呢 就是一个参股 一家连锁餐馆 那么幸运很多人来找我们 要做这个指头 因为是没有名额 那么另外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去年有一个诉讼 也是把这个TEA的 就是50万就业区的投资区的 这个决定权的下达到州政府了 我们最近和几个州的政府联系 这州政府说他们可以开 而且大部分地区 像在拉斯维加斯这种中国城 这种非常繁华的地区 居然州政府说这个仍然是50万区 你可以投50万 这个就是很利好的消息 可是呢 我要跟这个指头泼一点冷水 就是最近我研究 第一个就是 这个生意呢 是最难做的 就是生意模式你能不能建立 不是说你投了钱 就可以赚钱的 就是从我就是实际经营 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遇到疫情 你开餐饮 那这真的是要跳楼的感觉都有 那么当然这疫情过去 你扛过去了 那你能不能成功 也是一个问号 餐饮 这个任何一个商业模式 雇人是最重要的 什么样的一个产业能让你雇十个人在美国 我开律师社会说开了二十多年了 我还没有雇到十个人 坦白的讲 就是餐馆容易雇到人 但是餐馆亏起来也是很厉害 最后一个就是现在影响之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不是排气的问题 虽然没有排气 我们都可以宣传 你马上就可以报485 可以在美国等待 拿绿卡 拿公卡 拿这个回美证 可是我今天早上在谈查 直投你五二六送上去 现在平均至少的处理时间是四年 那么也没有加快处理这一说 而且你看这个在处理时间当中 对于中国大陆出生了 他说有可能是六年 那这六年里 你怎么解决在美国经营的问题 怎么解决非民身份 往返美国你的亲属上学就业的问题 所以说直投做起来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再次我想问两位律师 你们对现在直投没有排气了 是个利好消息 怎么看 那我先来回应一下黄律师 因为直投没有排气 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那就有很多客人打个电话 因为很多客人他的理解是 那我直投我交526的同时 我就可以在美国提交485的申请 但是这个是不可以的 你要先526批准的时候 你才能提交485 在这一点上呢 就打交了很多这个申请人的 这个主观上的这个热情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是 因为这个去中心的这个审理 它其实是暂停了 所以我个人感觉 在直投的审理上 它有一些加快 那么当然我们最近 没有交过直投的案例 但是我们在之前交的一些 直投的案件 收到了不见的时候 我们去做了一个 这个不见的回复 它的这个批复的话 比之前是快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说 就是目前大体上 看不到什么区别 然后移民局的这个处理时间上 公共的时间还是很长 但是我觉得这个直投呢 可能在未来这几个月 可能会有一些松动 当然了 这也取决于他们未来 这个国会打算对这个 就是去中心这个投资民 怎么去处理 另外呢 我想补充一点 我觉得就是做美国的这个投资移民 真的是最别屈的 因为其他的国家也有投资移民 比如说澳大利亚 新西兰什么的 没有一个地方是像美国这样 你把钱投进来 绿卡你不一定有 而且你还是不能马上来美国 你得等好多好多年 才能进入美国 对那我这边也补充几句 我非常同意 刚才两位律师所说的 就是直投的话 他虽然没有排期 但是因为他不像很多 其他的职业移民 是可以同时交四八五的 所以就是你现在入场的话 就已经有点晚了 五二六就要等四年的时间 那四年之后 除非区域中心 还是处于一个 又延期延不上的状态 他还是直投可以 没有排期的状态 那可以 否则的话 直投他本身 你投进去了之后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登录 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现在进入 其实已经晚了 但是对于那些 已经投了直投的 现在在 比方说在等待面试的 他可能 本来是没有收到 比方说NVC的一些通知的 现在他可能就收到了 或者说他本来是 一直在迟迟的等 广陵馆去通知面试的 就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 他就收到了面试的通知 我们最近有一些 这样的直投的 他就提前可以登录 自己还蛮开心的 那那些是已经在 队伍里面的人 就现在还没有进去的人 我觉得确实要非常的慎重 而且刚才向黄律师分享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商业方面的建议 就是做直投的话 他主要是他这个资金的风险 他是没有上限的 就你做区域中心 你投了50万就是50万 你做了直投 你找了个地区 投了50万 但是你最后发现 这个经营起来 好像不是那么的容易 那你的身份 全家的身份 绿卡又跟这个生意绑在一起 你怎么着砸钱 也要把它砸到 能够继续的撑下去 然后要继续的雇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的时候他直投这个生意 如果经营不善的话 他一直一直往里面投钱 其实是远远不止 他所显示的这个50万 甚至100万的 要更多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是一个资金上面 上不封顶 完全看你自己的发挥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一个 商业上面的风险 孟与之 突然想起来 你刚才说 直投或者区域中心 都非常难做 今年特别推出来 移民局推出来 有一个创业工作 入境的许可 就是这个 你能不能简单 给大家说一下 对 这个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 简单来讲 他是给那些 理论上是给这些 想要在美国 境内创业 并且得到了 美国的 就是投资人 就是机构 一般是机构投资人 但是理论上 也不只是机构 就是这个 符合资质的 美国的投资的人 或者机构 然后就是 不是那种说 我自己投很多钱 是你收到了 来自美方的一些投资 然后你要在这边创业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不是那么的理想 因为如果说 如果说是 对于那些 机构投资者而言 至少我看到 我们这边有一些 就是一些客户 他可能也是有一些 机构投资者 对他们的这个商业 可能有兴趣的 一般机构投资者 他都比较想要回避风险 所以呢 他有的时候 甚至要看到 这个主营的这个团队 尤其是主营的这个人 创业者 他自己的身份 要非常的稳妥 不会创业投资 投到一半 这个人不见了 因为身份的原因 被遣返了 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风险 而创业公卡 他又是一个 没有一个完全保障的东西 他本身的延期也好 或者说 就是他也是 完全是看移民局 自己的材料 他也没有直接提供一个 可以变成绿卡的方式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使用上面 它是有蛮大的障碍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有一些 有一些投资机构 他就是愿意投一些 有才华的外国人 他愿意接受这个风险 那相对来讲 这个还是少数 好 就是今天 就是刚才两位律师 谈到一个观点 我不同意 就是说这个 你五十六做的时候 四八五不能同时做 因为现在没有排气 四八五完全可以做 那么可能是我错了 就是从此敢干移民法 不大精深 就是我每天知道的越多 但是发现自己犯的错误 也越来越多 就是移民法 真的是最复杂的法律 今天老司机翻车了 就是有点 为什么你指头没有排气 为什么四八五就不能做的呢 所以我要去查一查 前两天呢 就是关于投资移民 指头方面 一个英国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这五十万呢 可以放到你这个厅上 但是呢 一定要 escrow 签约账户上 五十六批准和四八五批准之后 你才能使用我的钱 我说你这样怎么行呢 我必须得拿到钱 由你才能做饭 他说法律是可以允许 这个 我第一次知道 我第一次知道 真的可以 所以说 今天先抗一下 我觉得两位是说错了 也可能是我错 也可能是我错了 我就需要赶紧去研究一下 到底能不能递交四八五 我感觉我已经是错了 那么下面呢 因为时间问题 我说一点 那种人道主义移民 因为这方面的群体非常的大 那么人道主义移民呢 就是现在挤压的面谈的 至少有一百万 在法院呢 我觉得至少有三十万 这个群体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关系的人很多 根据移民局自己的统计数字 在2021年 2020年 他大约完成了 三万九千个 这种行政申请的庇护案件 这什么概念呢 如果是要消化 这个一百万的话 他一年只做四万 他大概需要25年 才能够完成挤压案件 这想起来是很可怕的 所以现在就是2015年 年初报的这些人 迟迟都没有面谈 所以怎么办 另外因为南部边境的压力 大量的人要越境过来 就是有四万四千个 要做可信调查 和另外一个就是 四万 四千四百个合理性调查 这个合理性 reasonable fear 是很多人被驱逐出境之后呢 又再回来 还有那个可信度调查 就是第一次来 要真正庇护的 按照美国法律 他必须让你进来 包括在机场 他要进来的话 他也必须先把你关起来 但是进行可信度调查 如果可信度调查 可以通过 你就找法官进行保释 有些时候移民局 也给你假释 叫pro过来 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话 是否耐心等待 是否移民局 或者是通过国会的 制定新法 一篮子一个案子 全部解决 是下面面临一个 很大的问题 那么移民局说呢 我们为了增加这个 办事效率 把这个 testing呢 办公室也扩建 很漂亮 原先是挤在那个 安利亥姆那个地方 同时在Saint-Anna呢 也办了一个移民法院 在那个Tampa Floria 又增加了移民办公室 我觉得都是解决不了 这么大的量的挤压的问题 可能两位律师不做 这方面 是不是 你们有任何评论吗 那我先来吧 我知道孟律师做的比较少 那首先呢 就是我非常同意 黄律师的看法 我们这边呢 就是做这种申请 可能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 那尤其是这一个 南部边境偷渡的 这个案子 那我们这边 也是有接受 偷渡的案件 除了这个南美的人之外 也当然有我们中国的同胞 那我当时也是 挺震惊的 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国内就已经开始 有人往美国来偷渡了 那当时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签证入境的限制 但是似乎都没有停止 这一个偷渡入境的 这样的一个数量 当然了 就是中国人偷渡的 肯定是跟南美的人 比起来是少数 然后这个恐性恐惧面谈呢 我觉得也是就是 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些人呢 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 那么当然就是 如果说你是一个 被关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这些面谈的话 当然是要比 就是普通这些 在外面是自由的人 甚至有公卡的人 要优先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些案件处理的速度嘛 其实跟移民局 自己的办事效率 繁文入节 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不知道 黄律师有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就是 近一两年来 这个庇护面谈的时间 特别特别的长 包括可信恐惧面谈 可信恐惧面谈呢 我们最近一个 可信恐惧面谈谈谈谈谈了 足足有三个小时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非常的夸张的 因为可信恐惧面谈呢 它并不是一个 完整的庇护面谈 但是看起来 这很多 庇护的这个移民官 他已经把这个 可信恐惧面谈 当成是一个 完整的庇护面谈来谈了 那 孟律师请您看看 他说看您的看法 对 我确实 因为我们这边 不处理庇护的案子 所以我这边 可能提供的信息比较少 我们确实有 跟有一些机构 做了几个 pro bono的案子 所以也见到一些 但是相关的信息比较少 不过呢 我觉得今年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 一个是在 南部边境这边的 就是偷越边境的情况 因为其实偷越边境 它只能够计算的是人次 它计算的是这个人次 它不知道这些人 到底是同一波人 反反复复的来呢 还是说是不同的人 那现在的一些评价 感觉上 好像这个是有 有很多人是多次的 多次的想要尝试 入境 就是跨越边境 然后这个就 就很有意思 就是如果说这些人 就在那边 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件成本很低 但是收益很大的事情 我被 我被 我被遣回去没关系 我只要进来一次 我就有办法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 就感觉是一个 很无解的事情 它就不断不断的尝试 它只要进来了 就OK了 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真的是 蛮难解决的一个事情 这也是现在拜登 拜登总统面临的 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包括副总统贺锦丽 也是面临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然后另外呢 我会比较好奇 黄律师怎么看 就是像现在 移民法官这边 对他们没有一些 配额的要求 没有说你一年 要审七百个案子 之类的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 会造成移民法庭 这边的 进一步的 这个审理的拖延 还是怎么样 哦 不是 就是公平和正义 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最大的代价 就是时间成本 这个都是律师们 倒的乱 当然律师的作用 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维持公平正义 从程序上的公平 正义 法律上的正确适用 和这个事实上的 仔细的历清 那么就是刚才 李律师也提到 就是像那个 可信度调查 面谈那么慢 三个小时 甚至要面谈两三次 这种情况就是 保证这个程序的正当性 如果你中间出现任何闪失 后面出场的律师 比如说我犯了错误 那李律师马上就会说 要求这个从审 要求这个 说我 Ineffective Assistism Council 那么这就是 对一个人的宪法保护 美国的法治可爱之处 就在这个方面 而不是从众从快从严的 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种要求 移民法官有办案配额 或者办案时间的要求 历来在所有的这个 巡回法院 BIA都是站不住脚的 就是这个就是 从公平正义的角度 但是就是谈到就是偷渡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不干这个活 他就不知道 就是美国现在这么不开 枪支泛滥 治安不好 人们都没饭吃 疫情严重 大家都快要得病死掉了 但是没有想到 美国还是最有吸引力的国家 全世界的人都往这儿跑 就是我们每天接案子 不仅是中国的人往这儿跑 就是包括加拿大的 包括以色列的 包括这个欧洲的 很多人都是往这儿跑 合法的途径 基本来就是大量的偷渡 拜登 政府发出的信号 就是更是对偷渡的人友好 而且很多民间组织 都在帮助他们偷渡 有些这个人蛇集团 也在帮助他们 都大量的人进来 你就想象不到 就是很多人 有很好的职业也要过来 而且有人估计 到明年偷渡的人会更多 申请这个人道主义移民的 会更多 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 你不能带任何政治观点 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下面呢 就是说移民法院处理 我谈这个问题 就是在移民法院处理 就是四平八稳 它就是小庭大庭继续开 大庭有些时候 开四个小时不够再开 那么这都是很正常的 我发现就是这个翻译 目前在这个方面的 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包括在边境的 可信度调查翻译 包括在这个移民庇护面谈 当中的翻译 都成很大问题 现在移民局取消这个翻译监控 是由自己电话提供翻译 你不能自己再翻译 这方面的律师 又开始要做集体诉讼了 也就是说 你这个翻译 自说自话 就在那给这个移民官翻译 到底翻译正确不正确呢 还是要回复到原先的 政府来花钱 你要请一个监督者 不然的话 就无法保证这个程序的公正 那么我在这个具体上庭的过程中 就是发现翻译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入职标准不一样 我极少看到有高水平的翻译 低水平的翻译比比结实 比如说很多翻译分不清楚 这个 persecution和 prosecution 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两个词的区别 甚至拼写他都不知道 我在旁边就是非常着急 有些呢就是把这个 比如说有些经常表格上 Have you ever been in the immigration proceedings 你在移民程序过程中吗 有些翻译就是说 你在移民申请过程中吗 他这个人坐在这儿 我当然在申请移民 我当然yes 但实际上那个 immigration proceedings 是remover proceedings 是驱途出境程序 他翻译错了 那客户就打 那移民局律师法官 马上就问 你好像被以前驱途出境过 就是光这个事情 就要浪费半个小时 你可见这个效率 就很多是因为翻译 当然也都是很多律师引起的 这个就两位律师 对于办案过程中的翻译 是不是有一些体会 体会给大家交流一下 是 我先说一下 可能因为我碰到的移民法庭 的这些翻译并不是很多 就谈日常的一些 比方说去移民的面试 或者说一些书面的翻译 等等 那确实是 那怎么说呢 就是翻译这个工作 也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因为他真的是 一点闪失都不能够出 那尤其是如果是 碰到书面的话 那还好 因为如果是律师 来做这个案子的话 还会有检查 那怕就怕 比方说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比方说在面团的过程当中 他如果说翻的不是特别到位 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会有歧义 那这个就会 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而且你之后再要去说 他翻的不对啊等等 也会很难 因为毕竟这个是他自己的 一个回答 那如果说是律师在场的话 这点就会稍微好一点 可能可以当场指出来说 这个地方 我可能是不是要澄清一下之类的 那所以这个翻译这件事情 我个人是觉得确实 确实是蛮大的 蛮大一个事情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条件 至少 至少我觉得找一些 比较专业的翻译 至少是一直做这些法庭翻译 或者说一直陪别人面试的翻译 会稍微靠谱一点 有的时候很多申请人 他们说我就找一个自己的朋友 他英文也挺好的 他就可以翻 也不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专业术语的话 他确实就是差一点点 就可以差很多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马上说一下 关于公卡这个问题 就是2020年 一个很大的变化 2021年 因为特朗普离任之后 离任之前 他留了一个很多规则 就是说你589提出之后 如果是你一年之后提出的589 你是不能拿公卡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除非你有特别的情况 我认为这三种特别情况 都是非常难以满足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原先的案子 你上诉的巡回法院 第九 第二 第六 巡回法院 你依然可以更新你的公卡 现在不行了 现在BIA就是最后决定 你只要BIA被否决了 你以后在巡回法院 无论你怎么上诉公卡 也是拿不到的 最后一个就是PD 现在是移民局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移民局的一个律师 他们的一个规定 就是可以给你PD PD有很多种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去找PD 如果把PD dismissal 你拿到的 dismissal 把案子给解除了 你的案子不在移民法院 你公卡就无法延期了 所以说的话 就是为了保公卡 就是里边有很多讲究 我的这个板块就说到这里 节省大家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交给孟女士 谢谢